来看一个相关的背景 实际上休闲方式也是需要多元化 自我国实行五天工作制 推出春节 五一 十一 三个长假以来 现在中国公民的法定节假日 已经达到110多天 这意味着大部分城市居民 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假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的 最新年是 去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的休闲时间 为四小时42分钟 比20年前增加了43分钟 虽然休闲时间增加了 但是人们的休闲方式仍然没有大的改进 这些时间当中的将近三分之一多一点 还是在看电视 那么开电视当然是生活质量 还相对比较低的一种表现 调查还显示 打麻将 打扑克等休闲方式 在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中 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也说明很多人仍然抱有主动工作 被动休闲的生活态度 相比之下 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的休闲方式 则更多样一些 在德国人们会提前好几个月 来计划一年的出行计划 还有一些外国朋友认为 休闲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心情 与时间和金钱关系不大 那么节目的最后 我想请二位谈一谈你们心目当中 理想的休闲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理解 就是说休闲它是应该是符合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目标的 我们应该说我们过去长条整体性的模式太强烈了 也就是说忽视了每一个个体它的不同 所以我主张就是说满足人们个体的个性化的要求 那么王先生呢 我说休闲委的定义就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器 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器 因为任何东西只有平衡才是美 作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这样 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平衡 而这里面的最有平衡的这种最基本的动力就是一个休闲 那么刚才外国人提到了那一点 就是我休闲的时候可以不过我的形象 不用那么整天的西装革履 这种是跟金钱没有关系的 我们过去对于休闲太多的和金钱相关了 所以我们刺激经济刺激消费 其实今天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开始有很大的质的转变 从这条上看中国就是说它更应该是体现了民生的观点 就是说符合每一个老平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休闲还是应该强调多元化的个性化 好的感谢二位来播演播室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说的是黄金周面对种种问题 有人就对黄金周的存在发出了质疑 不过问题是在黄金周本身吗 也许黄金周给我们每个人出了一道题 那就是如何改善自己的休闲方式 同时他恐怕也给相关的职论部门也出了一道题 因为他正是测试我们公共管理水平的最好的市值 那么在黄金周依然存在的情况下 也许我们需要想的就是在黄金周依然在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还能够做哪些努力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再见 你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天气 明天江南和华南依然会继续大范围的晴热天气 最高气温一般都会保持在30来度 而因为冷空气影响从华北南部到江淮的很多地方 气温都会有所下降 像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大部都会纷纷从30度以上摆脱出来 那因为冷暖空气的激烈碰撞 今天晚上河北东部以及辽宁南部山东安徽等地出现雷雨的几率会非常大 明天白天华北等地的降雨会陆续结束 不过因为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 明天西部地区的雨水将会迅速的多起来 同时在新疆青海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气温将会下降6到10度 好 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镇一转情13到25度 哈尔滨情转多云6到19度 沈阳镇一转情9到24度 济南雷镇一转情15到25度 上海情转多云19到29度 长沙情转多云25到32度 台北多云21到31度 广州情22到33度 大连雷镇一转多云13到21度 无锡情转多云19到28度 保定中云转情13到24度 漳州情转多云20到32度 库尔勒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 曼谷雷镇雨26到34度 庆德里情29到35度 首尔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 东京情20到25度 伦敦祥雨12到19度 莫斯科阵雨转阴6到18度 阿里阴转多云13到20度 维也纳阵雨12到20度 纽约多云转阵雨15到21度 西雅图情12到18度 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2度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得了上呼吸道感染怎么办 快用银黄低丸天津中天制药 天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大脸是我心中的永恒 天里万里走不出爱的时空 我是大脸灿烂的笑容 中国系传天下 这两杯水一样吗 放入PH市值 一分钟之后 我们就能够看到两杯水的差别 黄色是酸性 绿色是碱性 为了健康 你应该测一测你喝的水 健康的生命需要天然的弱碱性水 饮料 进入原生态保健时代 K-壳保健饮料 原生态植物精粹 原资原味 养育人生 养生 健康 喝 K-壳 更真的笑容 更多的机遇 更新的义乌 我的梦想就在这里 中国义乌 德通四海 信达天下 上海奥润德 中国戏 传天下 永恒的艺术生活 皮尔卡丹家坊 风魔海峡两岸的著名歌星邓丽君 今天下午在泰国清亚一间酒店 突然因敲喘病发洗洗 中年四十二岁 邓丽君源直山东 1953年在台湾出生 来自一个军人家庭 十一岁已经开始登台表演 迅速受到本土人士的欢迎 并且经常穿梭台湾 香港港与及东南亚地区现场 以前美软弱 以赴东方来成为美人独特唱刊 头头本面天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机会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电影《甜蜜蜜》 这些消息所震惊 听闻这个消息 每个人心底都会 升腾出彻骨的惋惜与悲凉 事者如斯 生命无常 只有歌声已久 二十多年前 邓美军的歌声跨过了台湾海峡 风云了整个大地 如今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它 因为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难以忘记 与它飞在彩云端的那些美好时光 我们还想了解邓美军 接近它在连岸间 用歌声划破沉默与隔阂的神秘 也包括它命运臣服背后的 点点滴滴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是邓美军的歌唱事业 迅速发展的年代 也是中国历史上 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的年代 此时的中国大陆 已经走出了文革的拐圈 开始了改革发展的全新探索 邓美军还不知道 此时他的歌声 已经越过政治屏障 飞到了海峡的那一边 我永远忘不了那 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 吓我 就觉得血往上涌 就觉得脸胀的通红 那就觉得 这歌怎么这么好听 我就觉得 就这辈子长到那么大 就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音乐 包括乐队 包括它的编配 包括它本人的那种嗓音 那么的柔美 那么就是唱到你心里去 就觉得你要醉了的那种感觉 然后 但是这种醉的不是你那种很舒服 而且让你反而就是那种热血沸腾 起鸡皮疙瘩的 就那种感觉 所以我一直记得那个下午 就第一次听到邓丽君 说实话美了美化 真的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 我都依然觉得 就是他那个形态的歌曲 还真的没有人再超过他 他已经把那个样的方式 做得太完整了 太完美了 当时人们说不清楚 为什么在没有三天的情况下 在两岸文化还没有正式接触的时候 邓丽君也不倾慎 而且 为什么在大陆百废戴心 还无暇顾及精神需求的时候 他的歌声 却转眼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当我们用时间的长镜头 再次把焦点定在那个年代 也许就会发现 恰恰是两岸间几十年的隔离 造成经济文化上的境内风明 才给了邓丽君一个机会 1953年的1月29日 在台湾省云林县龙岩村的一个三河院里 邓丽君出世了 他为贫困寂静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当时父亲邓叔听从朋友的建议 以美丽的竹子之意 为女儿起名邓丽云 后来在顺口叫做邓丽君 这块被四周高楼大厦围起来的平地 堆满了碎砖 原来建在上面的邓丽君昔日故居 如今已成为一堆废墟 这里是台北的卢州市 从前是个逢台风避淹水的穷地方 邓家有五个孩子 四男一女 邓丽君排行老四 当时邓家生活较为辛苦 爸爸邓叔每天都要自己做大饼 然后绑在自行车后面沿街脚外 邓丽君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 度过了他的同龄 小时候的邓丽君乖巧懂事 颇受邻居和老师们的好评 就是表现着很乖的样子 那有时候他还有一个 还会帮忙做家事 就是有一次我们学校的老师早上 指挥交通 导付老师 看见那个对面马路 就有一个女孩子拿到一个篮子 就跑过来 一看就邓丽君 因为他爸爸可能睡得晚了 那他爸爸以前做一个大病之类的 拿到我们学校合作社 他就赶快送来了 小小年纪便步入歌坛的邓丽君 学历不高 他唯一拿到的毕业证书 就是具有百年历史的 卢州小学的毕业证 读小学的邓丽君 功课一般 数学比较差 但他从小有人缘 待人亲切 这样的童年印象 与他成名后的形象非常接近 在学校跟同学之间的相处什么都很好 我记得他在读高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有升学班 普通班 他是读的升学班 就坐在第三行的最后导出第二个位置 那他后面有一个男生 就上课上得快要下课的时候 他因为灯力已经输得变了 就把他绑在灯子上 就是开他玩笑 绑在灯上 那因为就马上就下课了 班长也喊起立 然后他把灯的东西 后面看到的人都哄堂大笑 那可是他不像现在的学生会发脾气 他没有发脾气 反正就是这样就过来就好了 邓丽君从小就有表演天分 爱跟着收音机里的歌声跳跳唱唱 逐渐对歌唱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小邓丽君还对歌曲 有着过而不忘的特殊天分 又喜欢在家人与朋友面前表演 以获得掌声 周璇等人的歌曲是他的最爱 邓丽君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就开始参加各类的演出 因为他从小就有歌唱的天分 在好像是说一些俗俗伯伯 好像说无意中听到他唱歌 听他唱歌的时候 就会有时候都会说 邓丽君唱一条歌给我们听 那就好像说 你唱一条歌十块钱 为了十块钱唱歌 我们大家为了听 我们大家都跟他拍手 但是唱得很不错 但是他在偶然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边以前 有军人的那种闹军团那种九三抗乐队 里面有一个李叔叔 他都时常每天四点半 就好像说邓丽君下课了 就到他家里来拉弧琴 教他唱歌 唱歌的时候呢 我们这些都躲到他们家的旁边门口旁边了 大家看头听他唱歌 我们大家都笑 有时候我们都会拍手 拍手的时候呢 但妈妈呢就会讲说 哎呀你们不要吵丽君学歌嘛 小时候我们学脚拉车 那时候都要去车行去租 租那种小孩子骑的脚拉车 那个时候一个小时好像是三毛钱 还是五毛钱 那我们一租大概都要租三个小时 所以大概是差不多一块多 那个时候环境来讲 我们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到了车行 就跟老板那边讨价还价 那我们老板 那个车行老板一看 我姐就说 要不然这样你唱首歌 唱的歌好听 那我车子就算里面便宜一点 所以当下他就唱了一个访音台 梁山墨注音台里面的一个插曲 访音台 老板一看他那个架势 唱得又好听 真的很开心 就是好 脚拉车不要算你们钱 就那次等于算他的第一次商业演出 1963年8月 邓立军先是主动要求妈妈 帮他报名歌唱比赛 更以仅十岁的小小年纪 参加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的歌唱比赛 以地方小调彩虹林 一举击败比他年龄大得多的 实力派竞争者 获得第一名 正式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 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此后他的语言天分也很快显露 备受关注 又发现他很会语言天分也不错 他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学校不正讲台语的 要鼓励学生要讲国语 不要讲台语 可是他后来我们发现他台语也会讲 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 到听见他很会讲广东话 我是广东人 我觉得他讲的广东话比我还好 那在语言上据我的了解你是非常非常之有能力的 您的英文刚才也表现了 日本话好像也说了 您的方言能讲几种 方言我会讲广东话 还有我讲的最好的是台湾话 台湾委员最高 台湾生的都应该会讲台湾话 听说还有一个话你会讲 您是河北人 听说伯母好像是 对 我母亲是山东音 好啦好奇了 我看你讲几句山东话让我们欣赏好不好 有山东老乡在这 多得很 多得很 保险听得懂啊 你说 这个一个人说不行 要两个人 要两个人说是吧 好的 那我给你讲好了 我说这个邓小姐 老乡 你好 老乡见老乡的心里直发黄 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说了 你今天在此地演唱 有这么大的场面 你感觉怎么样啊 感觉很紧张 很紧张 你紧张的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没看过 这么多印在这里 哦 这么多的印在这 没有关系 你放心好了 下面都是暗暗的 台上只有咱们两个月呢 好 六十年代末期的台湾 正直经济开始起飞之际 各类歌厅夜总会与餐厅 应允而生 此时 财念初中的邓立军 开始在各个歌厅中串场演唱 小小年纪 就被封上娃娃歌后的称号 当时的邓立军 在歌厅演唱一场最高的费用 约为新台币一千到两千元之间 几乎已经是一般人家半个月以上的生活费 每天邓立军的母亲都要带着他跑六个场子 但邓立军也一度遭到同行的排挤和打击 年幼时遭遇的这些人情冷暖 使邓立军相当感慨 跟我母亲讲的比较多 那跟我们兄弟也都是后来 就是我在1981年到美国去陪他以后 他都会回忆往事啊 就谈一些以前受到的委屈啊 或者是在外面歌坛艺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啊 不过那时候我母亲都会安慰他 就是说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 不要跟别人计较 甚至于那时候 真的最厉害就是像歌厅里面的排名 是今天谁压轴 代表今天谁是比较重要的 那歌厅本来都让他压轴 那别的资深的艺人就不高兴 后来我妈妈说 好没有关系 就让他唱前面 结果反而很多观众 听完他的歌就走了 后来那些艺人就自动说 没有关系让他唱后面 回头看看邓立军童年 与少女时代可以发现 邓立军的成功绝非偶然 他是在努力克服各种环境的 劣势与折磨后 充分掌握机遇与命运 并且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 也正因为如此 邓立军就格外珍惜 这个全家共同奋斗的成果 我们在家里 其实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个巨星 它也不会摆出那种巨星的架子 所以他在家里有时候 他也是喜欢做家事 尤其他喜欢烹饪 喜欢做菜 有时候他没有演出的时候 我一大早他自己跑去菜市场 买一些菜回来 然后在厨房自己做 做给我们大家吃 所以他也是 在家里他就是像一个 平常那种家里的那种小女孩 台湾艺人高凌峰 是和邓立军同时代的歌星 在与邓立军的演绎合作过程中 他感受到了邓立军的人格魅力 现在有机会跟他同台 而且因为那次同台 又让我演绎 有了第二春 新闻局 体谅我 体握多部 所以我几次两个月 我就休息半年 许多圈内的朋友 就是连我在内 今天高凌峰能够参加金钟奖 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想在这里 我尊心的感谢 但为什么我那次金钟奖颁奖那么好 是因为他给了我最好的节奏 他问完问题以后 头低下去 然后手这样一笑 他都在做戏 在做舞台上的东西 他在台上讲话 很精准 他几乎不吃螺丝的 而且他可以面面顾到 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看他演唱 我跟他讲我在台湾 我骗他说我在台湾 结果他就在马来西亚在台上演唱 其实我已经前一天晚上跟他通了电话 我是到不了马来西亚的 结果我早上的飞机飞到新加坡 新加坡办签证 直接飞机飞到马来西亚 下午我就看他第一场表 结果你知道他有多聪明 他唱一首歌叫 就是卖粽子 小巴掌呀小巴掌 妹妹小巴掌 小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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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上就拿了一篮的粽子 我就一直坐在底下看他 他也不知道他看了看不到我 因为法罗打了他 灯光打他 他看不到台下 他就站到最后 就在这边丢个粽子 一直丢丢丢丢完的一次 最后剩一个粽子 他就一直走走到中间 就对着我就这样一下丢给我 我一拿到粽子 我才知道他早就知道我在那里了 在邓丽君的歌声中 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快乐 和对人生对爱情的衷心赞美 歌唱使他快乐 使他美丽 却没有让邓丽君 找到一位陪伴终身的如意君郎 他梦想着有一天 能过上贤妻良母的普通人生活 但残酷的现实一次次 击碎了他的梦想 邓丽君是个极富心和力 自然健康的歌者 他永远是那么平静优雅的活着 对家人和朋友充满爱心 1971年 邓丽君买入了 位于台北北头的一栋别墅 这是他用自己唱歌挣着钱购置的 那一年他才18岁 邓丽君把全家人都安定在这里 他知道这是奖励自己也是回报家人 与此同时 他越来越喜欢这种家庭的温暖 渴望人间的真情 共享人间这方面有 邓丽君是很有女人味的 然后他的聪明 除了歌唱以外 我觉得他那个让男人着迷的那方面 他也很细腻 他很细腻 例如我举个小例子 有一次我在华市录影 录影那个时候正好我都是主持林峰高歌啊那些 就是正好那个时候又是冬天一把火了燃烧把火了 我觉得自己还过得不错很得意啦在这个歌坛很得意 结果有一天找詹森熊詹老师就跑过来 欸 哈子哈子哈子 我的小民嘛 你怎么知道谁来给你看 谁来看你啊 你光光看看谁来看你 欸 哎说笑啊哎说笑 有人来 我走过去 欸 谁啊 我走过去呢 那不是邓丽君吗 他就一个人喔 他一点表情都没有这样 看着我这样笑笑 那我已经很高兴 他做什么动作呢 他就拿手 就把我这样拍了一下 因为我穿黑西装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有一个白白的什么东西 但绝对不可能是一片头皮 就好像有个白的什么东西 他帮你拍一下 这个动作一拍 大概半个魂就已经拍不见了 1979年3月 邓宇军的歌唱事业 遇到了很大挫折 为了用心调整自己 他暂时放下了歌唱事业 来到美国进入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学习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成龙 为什么今天我会跟林宏教在一起 不跟邓宇军在一起 就是兄弟 邓宇军是那种 他很怎么讲 高贵 就是很干净很高贵 很怕吵很近 我不是文西范三维 那三维他就看我 有时候我跟兄弟那种讲话 他很吵的那种 你能不能 但是林宏教呢 他就会跟他们说 我啊啊啊啊啊 所以兄弟们跟我讲 哎呦邓宇军不好 这个一定是大嫂 这个他多好啊 每天都讲的 反正我跟邓宇军在一起 所有兄弟都走开着 也不倒茶 也不管他 在兄弟与邓丽君之间 成龙选择了前者 在退却与前进之间 邓丽君选择了后者 1982年1月 邓丽君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 举行的大型演唱会 非认为是他告别70年代唱腔 和表演风格的标志 此时的他进入更成熟圆润的阶段 而他的恨价之心和愉快心情 也在此时一览无余 这位先生你贵姓 姓梁 梁先生 梁先生不知道 几个新年 我贵姓梁先生 不贵姓梁先生 我贵姓梁先生 贵姓梁先生 很谢谢刚才梁先生 初一旁的是梁太 刚才我说了 希望梁太太不要介意 刚才我站在这儿唱歌的时候 梁太太的面色不太好看 好像你想怎樣 是說笑的 千萬不要生氣 一個月後 在位於香港尖沙水的香格里拉酒店 鄧立軍宣布 和35歲的香格里拉酒店董事長郭孔城定婚 當時 他送給與惠美人一個特別紀念火柴盒 上面印著他的名字 和香格里拉酒店的字樣 香港那個是他比較窩心的一段感情 那麼一開始他也很喜歡對方 對方的外表一表人才 那很好的學問 也很好的家事背景 他們那時候香港出去參加宴會 大家都認為他們是很匹配的一對 但是因為可能對方的身世背景 那生長環境不太一樣 所以後來就雙毛之間意見就蠻多的 那再加上對方家庭要求他如果要結婚的話 就必須放棄他的歌唱生涯 其實我姊姊本來就是要放棄的 如果她她是那種結了婚以後會全心付出 去照顧孩子照顧先生的一個女人 她那時候已經宣布要告別歌壇 要開一個告別演唱會 可是當對方提出這個條件的時候 那就是變成一個條件 那感覺就不一樣 所以她也提出一個條件說 我可以放棄歌壇 但是也要南方放棄他的家庭 那他們兩個就像遠走高飛 到一個沒有人認識的地方 那麼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建立他們的家庭 覺得那男的不敢 男的說他離開了家庭他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姊姊就覺得可能這男的也沒什麼志氣 後來就結束了那段感情 我的認識 一江湯 琪琴環霧 迷禮 幽微 家人 高却 短矩 反正我就是很喜歡他 後來他的房子要賣的時候 我就把他房子買下來 所以後來我就住名人像 那我就跟人家講 我說鄧麗君 我們就算沒有 好像真的交朋友交得那麼深 可是我們卻在同樣一個空間裡面生存 只是時間不同 所以他的房子我就把它 當然他的臥房就是我的臥房 八十年代後期 鄧麗君渐渐告別舞台 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在1990年的時候 他遷移到巴黎居住 在這裡 他認識了小他十多歲的保羅 一個法國男人 一個喜歡攝像的年輕人 他後來也蠻喜歡法國的氣氛 所以想留在那邊錄音 那麼想做一些比較不同的音樂 然後剛好就認識了這個保羅 那農曆春節的時候 他也帶他回來介紹給我們家人認識 所以我們家裡也都很關心 到底他是怎麼一個想法 那他也告訴大家說不用擔心他不會結婚 也不會給他審小孩 也不會給他審小孩 純粹只是朋友 所以那段感情大概我們就覺得是比較單純一點 一次次的感情挫折 是鄧麗君備受打擊 他對婚姻的追求也漸漸發生了動搖 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期中 一個他在每個地方待的時間不久 那可能還沒有時間培養感情呢 他就換個地方去了 第二個可能他的名氣 可能給人家有一種壓力 大概沒有一點事業成就的人 大概也不太敢追他 可是稍微事業有點成就的人 大概也都是結過婚的 三年後你看看 那個時候我也是顧家寡人 對 好 那麼現在我已經結婚了 對呀 我又失去了一個機會 這話要早幾天就好了 你說得太晚了 那麼我要請教你一下 到底你折偶就是選朋友 你的條件到底在哪裡 講給我聽一點 其實呢 條件 比較十年前已經減少了很多了 降低了 還是升高了 降低了 降低了 不過我想主要的是呢 因為我因為工作的緣故 東奔西跑 很少在一個地方 待一個很長的時間 比如說好像認識了一位朋友呢 兩個禮拜我走了 等下次我回來他已經結了婚了 啊 這麼快啊 兩個禮拜人就結婚了 不 認識兩個禮拜人 我走到一年再回來他就結婚 那當然 當然 他不能再等了 不能等了 以你的年齡來講的話 你認識的都應該比你要大得多 他再等下去他怎麼辦 是不是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為了能夠早日踏上中國大陸的同意 大陸有關部門和鄧立軍 都進行了長期的努力 中國文化部長力見此舉 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 從中斡旋和安排 圈內同仁鼎力協助 北京的天安門廣場 鄧立軍期待在這裡 舉行大型演唱會 並到上海等地觀光旅遊 一個美妙的大陸之旅 鄧立軍最終為何未能成行 各種故事即將展現 人生的無奈 愛情的缺憾 使鄧立軍的歌聲 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複雜情感 但這些並沒有使鄧立軍 迷失前進的方向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 她在香港重新全行投入歌唱事業 以千年女郎的姿態 大膽突破以往文靜飄逸的演唱方式 呈現出或優雅或古典或豐放的多面風格 再次讓所有人眼前一亮 不要走美 聽我說說想笑 有一句話 面對笑容 還能消除煩惱 管她失戀 管她挫折 也要面對微笑 正是在這個時候 鄧立軍逐漸猛發了 到大陸演出和觀光旅遊的想法 而幾次演唱會的成功 都是鄧立軍各方面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我知道已經開始有製作人想說服她去 然後那個時候竟然那個製作人所講的是說 要讓她去就是一場演唱會 她是在天安門前面唱 那那個是很動心 因為鄧立軍他到哪裡唱 因為他那個時候整個在 內地 他有一種很強烈的聲望起來了 就是她的歌整個在流行 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 如果你沒有聽過鄧立軍的歌曲 甚至不知道鄧立軍這個人 在當時就是落伍了 有不少人是用兩台錄音機對錄的方式 拷貝鄧立軍的磁帶傳聽她的歌聲 就連當時的中國文化部部長 也是鄧立軍的歌迷 鄧立軍的通俗歌曲啊 流行音樂啊 在中國大陸啊 影響非常大 流行音樂非常廣 我們正確對待她就要好好去了解她 研究她 我就注意聽 注意了解以後 我覺得鄧立軍呢 他很多歌啊 唱得都比較好 應該說他是有思想 有激情 有情懷的 所以我就想 應該總而言應該是健康的一種 所以當時我曾經想 要到中國來唱一唱 繼續劇音樂會 1988年 中央電視台向鄧立軍 發出了參加第四屆海峽之聲音樂會的邀請 在這之前 春節聯環晚會的導演組 也多次在醞釀邀請鄧立軍加盟 1987年 88年 那時候經常有大陸的演出單位 包括中央電視台的春節晚會 都來韓邀請 那我們那時候就考慮說 他在那邊 這麼走紅 那也應該跟那邊的歌迷有一個互動 而且他本身很嚮往大陸 因為從小受了教育 尤其在香港有很多上海的移民 那他也很嚮往上海的什麼外灘啊 一些這個古蹟啊風景啊 所以他一直想到大陸去探親 或者去觀光 順便呢辦一場演唱會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跟香港的新華社 也接觸 1986年的春天 鄧立軍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會中 結識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文體記者 彭燕燕 鄧立軍對此非常高興 表示想與新華社 建立經常性的聯繫 只是希望對外界保密 後來他對到大陸演出 顯得非常興奮 商量制定了一個演出計劃 也希望在1990年 能夠到北京或者是上海 那麼找一個戶外的地方 能夠開一個演唱會 那麼就讓那些買不起票的人 都不用花錢 就用來聽他的歌 鄧立軍也知道他在整個 華人世界的地位 所以要請他去 必須要有很足夠的吸引力 而那個時候的吸引力 應該已經不是錢的問題了 那個時候的錢對他已經沒什麼了 鄧立軍已經很有錢了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要講一些 比較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有設計 所有後面所謂 那個時候當然不像現在場面那麼大 但是那個時候講解說 後面有一百個violet在那拉 然後就這樣說 所以他已經開始有一個動向 跟跡象顯示 他去內地演唱的時機 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鄧立軍最終未能參加 中央電視台的春節聯歡晚會 而在1983年的聯歡晚會上 唱向了一首名叫《相戀》的歌曲 也使有人把大陸歌唱家李古一 與鄧立軍相提並論 並有了海峽兩岸對兩位著名歌唱家的一次 難忘的交往 80年美國的那個時代周刊 採訪了中國十個人 我是其中的一個 那麼那個記者當時也採訪我 採訪我以後 他說我馬上去台灣 我說那好 他去台灣了 等於沒說什麼 回來以後他又來了找我 他將在台灣接到鄧立軍 在台灣 經營鄧立軍的採訪 鄧立軍送一盤磁帶 他就給我了 他轉嫁給我了 就是這首《相戀》 成了大陸改革開放以後 在流行歌壇上第一首先鋒作品 李古一也被稱為大陸第一位流行歌手 廣受歡迎 正當大陸之心的條件逐漸成熟的時候 在香港的報紙上 刊登了一條有關鄧立軍的重大新聞 我記得一個媒體報說 鄧立軍當時參加官長特務組織了 我再一想我說 這參加各特務組織這樣的來 那個報紙影響很大 幾乎加一戶曉都參加特務組織 在吸收他來就不好了 這麼就被他 我說 我就請人去了解了解 到底參加怎麼參加特務組織的 後來瞭解呢 它是怎麼 國民黨曾經有當時當局有那麼一個規定 凡是一人出門都要填一個表 就像宣誓一樣 要效忠什麼國民黨參加什麼組織啊 所以並不是特殊的鄧立軍參加什麼組織 八十年代後期 中國經濟蓬勃發展 但由於當時各方面的原因 鄧立軍大陸之旅的首次計劃擱淺了 此時的鄧立軍已逐漸停止了商業性的演出 他在香港赤柱購入加美到18號別墅 進入半退隱的狀態 其實到了1992年 他那個時候又想說去大陸看是觀光 或者是探青 因為那時候我媽媽有一個姐姐還在西安 那時候也曾經到香港來過 大家都會過面 所以他也想說看是不是接個機會 到大陸去參觀訪問 可是因為他的目標太大 知識體大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幫他安排 如果要去上海的話 那時候我們就想說去辦 先把簽證辦下來 就到了香港灣仔 有一個等於是大陸駐香港的一個辦事處吧 去辦簽證 那時候我跟他跟那個法國男友 我們三個人 就開車子到灣仔去辦那個簽證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三個人在車上就吵了起來 心情就很不好 那時候我也覺得我也很奇怪 下了車我就走了 結果那一次就泡湯了 從那次後大家也沒有人再提起來 還要去上海的事情 一直自稱自己是河北人的鄧麗君 最終未能踏上大陸的土地 這成了他自己 終身的遺憾 其實鄧麗君對上海有著特殊的感情 他能講一口流利的上海話 朋友中最多的也是上海人 一生中演唱過的許多歌曲 都是來自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舊歌 他曾經說過 他最想去看看當年周璇 曾經炙炸風雲的上海灘 鄧麗君還想在大陸建一所婦女學校 讓不識字的婦女來學校學習 他還想為慈善事業做更多的貢獻 至於他自己 還想在蘇州買房 居住在中國傳統的園民環境中 1995年的5月10日 鄧麗君第一次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 但觀眾們看到的 卻是他的 噩耗 今年4月鄧麗君和他的朋友 一起到泰國親愛度假 5月8號下午當朋友外出時 他的氣喘病突然發作 經搶救無效死亡 目前他的遺體在泰國冰存 據鄧麗君的家人介紹 鄧麗君從小就患有氣喘病 十幾歲時曾發作過 沒想到這次發作卻奪去了他的生命 鄧麗君1952年出生祖籍河北省 那天我在青島老家 有櫻花正式盛開的時候 忽然那天呢 那個烏雲特別低 整個烏雲我就覺得要下一場大雨 就忽然一場雷聲 一場暴雨下來 我們院子裡面所有的櫻花都散落在整個地上 剛好因為呢 輕輕的草皮 和上面那個被暴雨 這個 凋零的這些 就是 落花 就是我忽然有一種 我從來沒給春天那麽惆悵過 怎麽會 再下雨的時候我接著電話 她說 我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 有什麽消息 她說鄧家妹子走了 我走到哪裏去了 我還不知道 她說她死了 心臟病 哎呀我就弄到那邊 就忽然不知道說什麽 怎麽會 怎麽會這樣一個預兆呢 怎麽會這樣散落在滿地的櫻花呢 Goodbye my love 我的愛人再見 Goodbye my love 相見不知那一天 我會永遠永遠 愛你在心裡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記 我永不懷念你 抱歉的心 我懷念你 違 抱歉你的心 ério 愛你 翻 ME 我愛你 耰 空間 風間 我的爱再见 我只能再相见 我的爱我相信 我只能再相见 也许我们不让我忘记 也许我们还会等见一天 还是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我回来 我说好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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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试 中文字幕——YK